大家好,我是石超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涛歌坎电影当中 跟大家分享的韩国影片《辩护人》 韩国影片《辩护人》在国内应该有过播放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片子 非常具有中国意义 中国现实社会环境当中的特色的片子 但它反映的却是韩国历史当中的一段经历 这段经历当中描写着一个具体的 原来曾经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律师 透过现实环境当中的对他的影响和对他的冲击 秉承着他自身当中内心中人性的坚守 人性的坚守是他尚存做人的基本道义 在这点上他一步走来走到最后成为了一个维权律师 以至于当韩国摆脱了独裁的军政权的统治之后 进入了民主社会之后 那这个电影当中的维权律师的原型成为了一届韩国总统 他最具有的中国现实社会环境的意义 就是他如何从一个普通的律师走入了维权律师 从如何从一个维权律师被独裁的体制 关到了监狱 以至最后走上街头 进行抗争 抗争的一切 为了人的尊严 为了道德的坚守 为了人性的复苏 那想收看涛歌坎电影当中 如何跟大家分享 我个人对辩护人的这种看法 理解和认识呢 那你就看涛歌坎电影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我记得在今年夏天 特别是天津大爆炸之后 和这个大阅兵之后 我们一再强调呢 其实应对了一个时辰 就像我跟大家分享的似的 我说时间是个神 这是自己师父教的 到什么时候办什么事 过了那个村没有这个地儿 过了这个时辰就完了 这是其实在民间大家都认可的事情 在九月份的时候 我们曾经讲强调过 那如果在九月份 咱说说句心里话 如果在九月份 在习近平出访美国期间 我们曾经说过 那往往习近平在外访的时候 特别是大的事情的时候 外访大的事情的时候 国内出现了事情 被砍杀的几个人 乃至于包括这个 那年夏天上海的飞机乱飞 其实都在习近平外访期间 都在习近平外访期间 那在九月底习近平外访前 也就是正好应对了八月十五那天 应对了2014到2015的血月那天 最后一次血月那天 那其实我后来能够知道的 那如果那个时候真的让蛤蟆出了锅 那个时候让蛤蟆出了锅 今天就不会有这么麻烦 今天有什么麻烦 军改我们看到的没有声音 但我在节目曾经说过 我说现在他遇到了腹部级 正局级 副局级 正处级 最掌控实权的 而数量巨大的这批官员的 一种心理的不服气 因为在反腐中都触及到这些人的利益 因为在网上打没别人了 除了江泽民 就是曾庆红 就他们俩 再打别的都没劲了 那你不把他们摘了 我们当时讲过 断了这些人的后路 断了这些人的想法 因为这些人 他为什么要保着党 党是个屁 他们也懂 但是有党在就能保住他们今天的官位和贪污的钱 你不能把所有的官都杀了 这就是根 对不对 金永三病逝 那他最厉害的是把两个总统和自己的儿子都送到了监狱 所以在现实环境中 我们看到了非常纷乱的背景 但是这个纷乱的背景是一种表象 是在一个层面上 而更深的层面似乎还没出事 还没出手 还在等着呢 你看王岐山到现在他也不露面 BBC有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 郭广昌现身公司年会 复兴国际股价下跌 那郭广昌这个新闻呢 我们在前两天呢 上个周末的时候呢 报了很多了 这因为他的身份 因为他的整个在国内的影响 而他整个一切都是来自于上海 所以才出现这种情况 结果不成想呢 结果人家露面了 对吧 你这是事实啊 人家露面了 文章介绍 上周失联的复兴集团董事长 郭广昌星期一出现在年会场 在上星期五 郭广昌失联之后呢 复兴名下的复兴国际和医药 相继发布公告 暂停了股票 但是在星期一复盘的时候 中午复兴国际和复兴医药股票 下跌百分之十 到收盘的时候 一个是下跌了百分之九点四 一个下跌了百分之十 老板露面了 但股票跌停 下跌 那这是真正投资者 对他失踪 本身的一种明确的表达 那他出现了 应该没事吧 但是投资者心里不放心 那也就是说 从普众的心理的角度来讲 都认为郭广昌失踪 再次出现在年会 人们并不认为这事了了 作为投资者来讲 并不认为这件事情了了 那也就变成了 今天在反腐过程中 在有关调查的过程中 能够让郭广昌骤然失踪 然后让郭广昌在出现在年会 背后这个势力本身 在做什么 没人清楚 可是呢 作为投资者的概念来讲 说这是件麻烦事 他一定有麻烦 才会出现这种概念 对不对 有人做过比较 说露面并不代表 郭广昌没事情 当年尧刚的时候 也这么曾经露面过 后来最终死了 所以换个角度上说 今天按照这个罗宇 说习近平对江泽民之间的关系 让江泽民露面 江泽民不敢不露面 让江泽民不露面 江泽民就露面不了 这是罗宇当初形容 在这个大阅兵时的状况 那在我的眼睛里 就是他可能可惜的就是 他为什么不了断了 因为了断了江泽民 曾庆红 就了断了今天 现在给你上面添麻烦的人的希望 就会更加的配合你 而并不是你认为可能会有危险 你今天反腐之人 上至习近平 下至这个中纪委的这些人 我跟你讲 人人都在生死线上 你没退路了 已经没戏了 也就是说 你今天走下去 这仗打也得打 不打也得打 没别的路了 你没别的路 如果顺天意的话 你为什么不那么做呢 A lost culture has returned Be amazed Be inspired Discover hope Experience a divine culture 那另外一个非常轰动的 在网络上也轰动的事情 就是普志强 普志强在北京中院受审 那结果择日宣判 那我昨天看的消息 有说是判两年缓期三年 那看来这事就不是真的 所以说什么的都有 当然现场比较混乱 因为普志强被审的这件事情 突然在这个时候出现呢 就显得很诡异 我只能说显得很诡异 可能人家有一系列的安排 好 那与此同时在有关司法的这个概念当中 高裕 我们知道他最后出来了 对不对 他就是兼外之行 而另外一个 郭飞雄原来是四年 结果被人法官加了两年 那导致包括高志胜都为此发出了声音 因为郭飞雄跟高志胜关系非常好 所以我说的我的说法就是 你看到很混乱 很混乱的场面 中国维权律师普志强在北京受审 那择期宣判 代表律师尚宝军对BBC的记者讲 普志强的夫人获准进入庭审 而在庭上呢 陪这个旁听的没有多少人 但是呢 律师只认识普志强夫人一个人 其他人都不认识 不少外国记者到了北京二中院外采访 那十多名外交官 也试图进入里面去旁听 结果没有成行 驻华大使馆呢 发表了一篇声明说 美国对这件事情 以含糊不清的指控感到担忧 那像这样的律师和公民社会的领袖 不应该被持续打压 而应该获准为建设繁荣与稳定的中国 做出贡献 那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大概的故事 所以场面当时是有些冲突的 包括美国驻华大使的一个政治部的副主任 也到现场 而且当时发表了声明 所以因为这件事情没有结果 而且过程中就会出现 我说的这是一种非常混乱的过程 这种过程在我看来是今天 主政的人当断不断展现出后患的表现 那另外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我只能用奇怪这词了 因为原来没听说过 BBC这么报道 北京高院裁定谷开来 刘志军简为无期徒刑 他没有太多的解释 他讲说高院网站披露 最高法院在12月11号做出裁定 刘志军和谷开来 在死缓两年期间没有故意犯罪 因此减刑为无期徒刑 他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有关减刑建议书的原稿中 却出现了一个错别字 建议将罪犯博谷开来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的刑法 减为无期徒刑 两年执行的这个词 在他的原稿中写成了儿年执行 那这种事情 法院的裁定书来自于最高法院 那是非常严肃的 因为你是对一个人的 直接的判定对不对 所以BBC讲说非常罕见的 竟然出现错别字 他没解释 没人能解释为什么 对吧 在我的眼睛里 这就是混乱的表现 握有实钱的一些中间 中间偏高的层面 出于个人的利益 有些事情就会做出来的事情 就是你可以叫混淆视听 可以叫这个可以叫那 但这种事情出现 这种结果性的东西出现 无论你今天有多大权力 你改变不了它 你改变不了它 但是在社会的层面 会引起很大的反响 我相信朋友能理解我说的意思 所以当段不断避流后患 就这么回事 那当然反过来咱们说了 这个那你12月份反正还有还有十几天的 过去的几年 过去的两年里面关键的就是 12月份舍了舍了周永康 李东升舍令计划 对吧 舍的那你舍的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那2014年的12月份 舍的是这个周永康和令计划 那你比他们俩 今年再舍舍谁 我跟他说了 上都没人了 要舍就舍曾庆红江泽民 所以当然这事会怎么样 是各自人的自己的理解 只能这么说 而在现实的环境中 在我的眼睛里 那真正你不做了断 而出现的混乱的场面 已经就在过程中了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